看三国演艺非常有趣 其中所表现的权谋之术 体会起来也相当有韵味 作为三国之一的蜀汉 兴盛与衰落也非常值得品味 蜀汉君主刘备以仁义闻名 聚拢了一批有志之士 武将也非常厉害 有三国之一 有关羽张飞做表率 其他人也差不到哪去 当然这些大将都非常有性格 是不好控制的 而且还有些大将非常有背景 诸葛亮作为军师 在指挥战役的时候也困难重重 但是这些大将中 也有着跟诸葛亮配合得非常好的 比如赵子龙 第一 赵云非常清楚自己的局势 他是后来才跟着刘备的 不算是嫡亲 他知道自己跟关羽和张飞没法比 毕竟不是结拜兄弟 也不可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如果想着正宫抢宫自然待不下去 其他人也会有预见的 赵云这个品质非常宝贵 第二 赵云是个非常谦虚的人 为人处事也很低调 懂得尊重别人 他对诸葛亮也是一样保持着敬佩尊重之心的 但是关羽张飞却不是 他们看不起诸葛亮 觉得他出身山野 没有本事 对待他的态度也不是很好 从对点来说 赵云还是非常不错的 至少在品德上 高出关章一大姐 第三 赵云看到了刘备的大志 他本身开始不是追随刘备的 最开始是在袁绍底下做事的 因为看出袁绍不是什么民主 心胸狭窄 没有什么大志向 因此转而跟了刘备 赵云经验丰富 他看出了刘备 定能成为人中豪杰 诸葛亮是刘备下了大力气 秦出山的人物 而且还给予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利 赵云自然会非常敬重他 第四 诸葛亮确实有能力 他只靠一张嘴 就使孙流联盟一起对抗曹操 只用了几只草船 就接到了数以千计的弓箭 还有引的东风 一把火大败曹军等等 都证明了诸葛亮是一个神异般的人物 有着千里之外 能掌握事态变化的本领 赵云都看在眼里 他自然对诸葛亮充满钦佩 第五 诸葛亮会派兵遣将 而且每次都能派出最合适的大将 这是一种无人可比的军事才能 赵云作为一方将领 虽然他武艺超凡 过去打仗都取得了胜利 不过仅凭一人之力 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他需要同帅的配合 才能在战场上无枉不胜 第六 赵云虽然打起仗来很厉害 无人可比 但是他却并不因此骄傲自满 相反他一直谨慎小心 尤其是在战场上 综合过往历史来看 狂妄的人基本都没有好的结局 而且在他们的阵营中 骄傲的人都受到了排挤 比如关羽和魏严 赵云都看在眼里 他断然不会让自己犯这样的错误 第七 赵云和诸葛亮有同样的遭遇或痛苦 他们互相理解对方 都是渴望能建立属于自己工业的人 因此他们的心能往一处使 都希望能把仗打好 不会因为私利而起矛盾的 导致失败就得不偿失了 因此诸葛亮最器重的蜀汉名将是赵子龙 他们都互相理解对方 也支持对方的每一个决定 赵子龙也是最让诸葛亮放心的大将